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我看了很多人留言 就是我说 这个八蛋群岛 八蛋群岛是台湾的 是中国的 很多人不服 不服估估计你是真不了解 这个真实的历史 或者你不是中国人 咱们不讲这个 咱们看一下 中国在对台湾进行军演的时候 美军立刻进驻八蛋群岛 实际台海战争一旦爆发 那么美军大概率是要进入的 我觉得这个没有人会 会有任何的疑问了 尤其是 咱们说 国民党 民进党 民众党 现在岛内的三党已经达成共识了 他们现在应该是达成共识 就坚决的要反制大陆 而美国 迈考尔 他也窜往台湾 这估计是 就是像台独 或者是岛内的民众 传达一个信号 如果大陆攻台 美军就会出兵 这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了 咱们现在研究的是怎么打 就是你想打 但你有没有能力打 美军大概率会介入 随着解放军在台海的逐渐的占据了主场优势 我们很快就会做到反应 美军其实反应时间很长 美军介入 早年是直接介入 现在逐渐变成这些年的离岸介入了 关岛 日本 菲律宾 现在在这儿有它基地 关岛是美国领土 这是打造多年的一个前沿基地 但关岛小 而且离台海又远 实际是 日本要近 而且 日本也很大 历史原因 日本有这个拱河台海的一个自己的一个预言 但是他也知道啊 这个水很深 他自己知道自己不能介入泰国 否则会引火烧身 就赔了自己 然后给美国人卖命 美国日本之间有安保条约 但是日本对安保条约啊 是否涵盖台海 现在始终是暗昧 美军对战时是否能依托日本基地啊 打击这个登岛的九条军 始终是不确定了啊 至少现在在公开啊 日本人从不确定这点啊 实际就是美国人现在啊 这个心心念就让日本人确定这个 但是日本人从来不说 菲律宾呢 菲律宾近啊 也大 而且听话 美国陆军呢 把提风系统呢 部署在这个 旅搜 但是 没有在美日啊 美日联合演习中啊 这个提风系统去过流球啊 美国海军陆战队 滨海战斗团啊 也在巴上海峡中的岛屿啊 已经是进入了 用火力来覆盖台海南海啊 实现遗岛之路 也没有部署啊 这个 也没有部署到这个 日本的那个流球 对吧 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是菲律宾可能是美军的行动方向 就是这次演习咱们看啊 这次演习在台岛东东北方向 还有一段日本啊 流球那个方向 这次讲究是有一个缺口的啊 中国没有堵车 而这什么 而我们在台湾的东南 是把菲律宾这个方向啊 画的一个重点区 看到了吧 这可能就是现实啊 就美军现在重点方向还是从菲律宾方向来 美军进入菲律宾打呢 是一个现实问题啊 就是我们怎么去啊 和这个 二十五师啊 现在已经确定这个样号了 二十五师要进啊 进台湾 美军基地思路呢 是以较小的兵力实施啊 预外打击 然后呢 接入门槛低 废效比高 然后使用的比较灵活啊 对美军主力的牵制又小 那中国的反制思路呢 当然是要针对他这种特点 迫使美军介入门槛要不断提高 而且介入啊 一旦介入就必须全力以赴的 压缩美军的行动空间 自由度 灵活度 你不灵活吗 我现在不让你灵活 关键是要做到非对称式的这种作战 就利用啊 这个菲律宾军力薄弱 美军战场建设薄弱这个特点 它跟日本不一样啊 菲律宾现在整个技术实非常差 也就是说呢 菲律宾是让他帮助上忙 然后呢 美军要自己来 看到了 那就是进驻菲律宾啊 比较匆忙 他没有兼顾的高效的一些技术设施 这些设施非常 咱们都用不着那个 咱们说高标号的炸弹啊 你拿火烧就行 我去那儿反正我看全冒头 你拿火烧就行 那对于小规模的海军专队的 边海作战 这个边海战斗团啊 陆军的提风系统呢 首先我们可以考虑使用这个远程火力打击 迫使这个边海作战团 还有这个提风 他的生存受到威胁 考虑到呢 需要降低成本 对吧 我们主要打击手段 可能是以巡飞弹啊 或者这个弹导弹 巡航导弹 轰炸机啊 隐形轰炸机啊 这些可能用不上啊 就是以巡飞弹 巡飞弹其实成本更低 我们的巡飞弹 就可以理解成就是我们这个 海军轮队 或者我们的这个 岛礁上的部队 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人员在周边就可以放了 巡飞弹成本低 射程又远啊 使用灵活目标啊 去可以来回徘徊 那就是这个特点就是 还有一个 他一个缺点啊 就是速度慢 飞行时间长 他不利打击那个时间敏感目标 滨海作战团的机动灵活 再加上部署 需要一定时间 所以他每天的机动距离是不多的 人和装备啊 都受不了这种大规模机动 你看他那个海马斯啊 包括很多的那个武器装备 是吧 在卫星无人机实际跟踪下啊 他每天机动的这个距离啊 实际是我们的巡飞弹是完全可以跟踪的 滨海作战团的行动是完全可以获得的 那有利条件就是 岛礁是不大的 对吧 你不管是八弹群岛 还是这个美军的在旅宋的这些基地啊 其实都不大 还有就是他没有地上躲啊 可以跟踪啊 他就像日本不一样了 日本他有很多地下设施啊 停车场啊 地下停车场啊 都可以藏 堤峰呢 在吕宋岛的机动空间啊 当然在吕宋啊 他的活动空间更大 包括他一些这个这个更大的一些转移空间 但是啊 我们有有这个无人机可以锁定目标啊 大量巡飞弹可以沿着从南方沿海直接发射的 我们这个看到伊朗打这个就伊朗的小摩托 对吧 无人机去打这个G5的时候啊 飞了2500公里 中国的这种巡飞弹啊 或者无人机覆盖吕宋岛是没有压力的 现在中国是可能是个性能啊 比伊朗还要强啊 它是个三角翼嘛 其实我们就完全可以使用这个细长的那种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防空导弹能不能拦 它拦不了 美军呢 现在是只能认这个巡飞弹 中国的巡飞弹宰割了啊 小型的高炮啊 其实根本就打不了啊 而且呢 我是遍地开花 总成本你要打的话 你成本就上去 所以美军现在啊 没有现成的小高炮啊 整个西方都缺这种东西 还有就是用船载啊 载到一定射程之内 然后呢 从甲板上发射 考虑菲律宾是缺乏居用的 这个海 海军平台的 那么这样的话 中国出动滚装船 几艘就可以 包括05C可以护航 巡飞弹装在这个发射拖车内 对吧 就可以在平台上发 减少目标啊 发放条件也非常 也非常这个稳定 使用平台 直接就扔上去 早年测试过啊 发射火箭 同样可以车载发射这个巡飞弹 巡飞弹升空后呢 按正常的导航 自动修正航迹 然后飞船目标 就可以了 这样就是 抵近目标以后 缩短飞行 时间 反向速度了 我们不需要从南海发射 从这个广东南海发射 我们直接 用这个托船 直接在这个平台上发射 船上发射就可以 对于提风这个高架中标 高机动物标 我们还是锁定它 然后直接用导弹去打 反之一点不难 美军现在需要是在菲律宾 部署战机和战舰 来对付中国的滚装船 包括中国的边海战斗舰 说也可以发射 边海战斗舰呢 用05C 其实就可以 美军的边海战斗舰 我们用05C就可以对付 把美军的主力 给拖在这个当地 这种非对身作战 但是美军在菲律宾部署战机 我们可以 其实菲律宾有多少机场 因为它技术实实差 它有多少机场 非常容易就查到了 新建也没有那么快 露天停放的战机 就是给中国送死的 就白送中国的礼物 所以说 就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担心 它在菲律宾部署这些战机 这都是白花钱的 它不像日本 还建什么加固机宝 没有那个时间 你要建的话 成本就蹭在网上上 日本是已经建完了 日本有钱 但日本又不让你用 对吧 所以加固机宝 只是对这个 极数弹药管用 对于这个导弹一打一个 包括大量部署F35B 说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我们这个需要 一个一个敲掉 但是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招就是 它需要燃油解决价油问题 还有需要弹药问题 指挥控制问题 这些问题就是说 你如果部署的话 你特种部队存活的关键在于 它不被发现F35 是不是给这个特种部队指挥目标了 指挥目标了 那说F35B 是你的特种部队里边的 咱们说一个意义吧 我抓住它就可以 在卫星无人机严密监控之下 你F35B也发现不可能 但被发现就证明什么 证明你的特种部队 实际和它距离很近了 F35B也不是万能药 它本身屯乱 所以接下来呢 就是部署防空导弹 首先就是 对它的防空导弹阵力要消灭 然后我们也要部署防空导弹 俄军在战场中 在乌坎使用了相关的战术 美军的反导 主力是爱国者萨德 它是中程和野战防空 实际还需要德国那个 RGST那个 但这样的非对称 飞顿是对称的 牵引进来的大量的反导 防空反导系统 美军有没有这样的弹药量呢 对吧 你把这个大量的反导系统部署在菲律宾 你有这个弹药量吗 你连现在乌坎都提供不了 你怎么给菲律宾部署 对吧 我们巡飞弹是广告的 还有就是战斗机 远程巡逻 我们可以用战斗机远程巡逻 这样引蛇出动 美军战机是得起飞 对吧 你起飞就暴露你的位置 大量的美军被 就完全是被 等于是 压制在了吕宋岛 就美军现在好像是要从吕宋岛 对中国台湾进行支援 但是实际什么 实际可能就是 它大量的战争资源 是被完全的压制在吕宋 它去不了北边 如果你在吕宋 驻更多的美军的时候 解放军如果一个登陆 就把你这个岛上 吕宋岛的这些美军全包园了 这样就迫使美军要逐步升级战争 升级战争 就继续向好战争 继续投 是不是一个陷阱 美军实际想要跟解放军干什么 实际就是 要进入到一种 快速解决战斗 而不是要跟中国打持有战 他知道打持有战 他肯定是受不了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升高他的成本 至少在吕宋这个方向要升高他成本 最终要消耗他的战争意志 整个过程中 菲律宾基本上是 日俄战争时期的东北 他只能抗坷 他没有能力 菲律宾是说不上话的 即使解放军真正的登陆吕宋之后 菲律宾也发挥不了作用 其实这个就像当年 当年咱们清朝末年对八国联军的时候 那清军一样 菲律宾现在说话 我觉得他是没有底气的 咱们不要看他好像很硬 一艘054就可以灭了整个菲律宾海军的这么一个国家 我觉得他没有坏一权的 至少在一旦开战 他是没有任何坏一权的 另外咱们要提一下柬埔寨 解放军现在也在柬埔寨 和柬埔寨军队展开联合演习 柬埔寨方向挺有意思 实际解放军在柬埔寨一个方向 这个背景实际就是准备在这个方向重点投资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绕过南海了 我们如果南海开打 那这个海就不能用了 那我们的未来的通道就是 直接从柬埔寨这个港口 就直接把货物运出去 坐高铁嘛 从柬埔寨就直接 高铁就连通中国云南了 挺有意思吧 就是你美国人现在准备和越南和菲律宾 是吧 这家美国在南海 给中国拦腰一劫 你的南海运输线就断了 那这时候解放军肯定要说作战 那南海开打 那么我那运输怎么办 我们就走柬埔寨 所以看啊 其实解放军早就做准备了